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很不改 丁华人已经诚意的道歉 那店家也接受 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轻人也像任何人一样 难免会犯错 苏仁昌亲自灭火姿态放低再放低 为属下道歉 但在野党恐怕不买单 再加上丁一鸣十二号傍晚亲自到板桥牛肉面店登门道歉 也在网路下单一百份冷冻条理包 但眼尖网友抓包 收据不但打了行政院筒边 一碗两百四十元的牛肉面 一百碗怎么会是三万九千元 只是想要把订单给老板当一个见面礼 顺便跟他致歉 但是我因为出门前没有讲清楚 所以秘书在登载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放了筒边 但是其实这笔钱是从后到尾我都说要自己出 中央厨房是网路订购 那我了解是三包三百九 第一名也在脸书秀出重新建立的订单已经没有统编 行政院脸书也表示为避免民众误解 已经将有错误讯息的行政院记者会影像下架 业者板桥店家因为发言人失言风波 反倒一早就大排长龙 中央物质讯息虽然已诚心道歉 但要弥补过错 恐怕还需要时间 三小小流听张慧琴 谈不倒